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之前都更新了不少影片給大家看過, 就在說那些走水貨的問題, 還有很多勞工都有做走水貨, 一日出入很多市關口和探親症的問題。 最近收到消息,就說有消息收到回來就說 欠勞工證的人如果一日出關超過兩次, 有可能就會拒絕簽證續期。 另外亦有網友發張圖片給我, 就說是珠海簽證署通知, 說反水調查工作提醒, 就說有部份勞工高頻次出入, 就以代購為理由說明自己出入, 就說認為自己是與走水貨無關, 但他高頻次出入行為, 就與他自己本身正在做的職業是無關係的, 亦都無合法合規地使用他的證件。 正常勞工出境就業是一日一次出境和一次入境記錄, 如果填寫調查表後仍然出現一日內兩次出境以上的人員, 珠海簽證署就將會繼續開展調查和通報海關處理, 嚴重的人就會有機會不再給他以僱員續簽通行證, 各間公司亦都要提醒他們的僱員。 按照這張圖片上的資訊這樣說, 如果資訊是屬實的話, 即是說現在大陸亦都開始出力打擊勞工走水貨的行為。 另外,其實大家有件事都要知道, 你拿到一張勞工證的話, 你是可以搞多一到兩張探親證的。 詳細的數目是多少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未做過。 而搞探親證的話, 就變了一日可以多次出入境澳門。 所以之前有一些探親證人士不停出入澳門去做走水貨, 甚至乎有影響到疫情的防控之前。 而另外,其實我亦都聽到有些消息, 是有講到, 說探親證現在都開始收緊甚至不足。 因為他們認為有些探親證被人用來走水貨, 走水貨大陸那邊就是定了走私行為, 如果是三次行政拘留。 所以如果是有部份人多次出入每一日走法的話, 就會是被人剪掉探親證。 而其實之前我看到有某些公司出來的公告, 網上哪個公告, 現在就不鋪那張圖出來, 是可以有勞工一日走到九次出去的出入境。 如果以現在的現況來說, 當你走一轉, 有100元, 我們計100元整數, 這樣一日都是多了900元那麼多, 數字都是幾誇張的。 當然現在都不可能有這個做法, 因為你走第三次就要去即日做個核酸, 做完核酸之後才可以再去出境。 就是這個政策就已經是令到走水貨的人士走少了好多次。 但是這些通告又有沒有作用呢? 會不會真的實行得到呢? 這樣去咳證呢?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看看之後怎樣發展啦。 好了,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你又認為, 這樣的政策可不可以有效打擊到勞工大量去走水貨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我們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